我不敢以为你越来越像你爸 我不像我爸不坏了 自从今年过完年以后 不但网友们发现 郭麒麟越发像自己的父亲 就连大林身边的朋友都发现 大林越来越像父亲郭德纲 尹正更是直言 郭麒麟的笑声太像郭老师了 郭麒麟不禁感到骄傲 还当众分享了自己与父亲小时候的趣事 我小时候 前早嘛 然后就穿衣小裤衩 然后出去找衣服 这会儿我爸也穿了小裤衩 然后找衣服说 儿子咱撞身了 自从郭麒麟踏入相声行业的那天起 郭德纲之子的标签 就牢牢的贴在了郭麒麟的身上 郭麒麟这个名字 也被郭德纲之子所代替 每当郭麒麟有一丁点的成绩 不是被说是仗着自己父亲是郭德纲 就是被质疑有黑幕拼爹 参加喜剧人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被质疑有黑幕 上我就是演员 又被吐槽拼爹 看似把这些争议 写到相声节目中非常潇洒 但他心里怎么可能不难受 了解郭麒麟的观众都知道 郭麒麟从不卖惨 对于自己曾经成功瘦身七十斤的事 郭麒麟也将其称之为义德 身为演员 你要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观众看 和很多被逼维持身材叫苦连天的艺人相比 郭麒麟非常通透 正如郭麒麟在采访中所说 自己是郭德纲的儿子这件事 是没办法改变的 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郭德纲之子的标签盖过去 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 既然有的标签我撕不掉 撕不掉那就贴着呗 那我不如再写一张新的标签 把这张标签贴在我不喜欢的标签上 把那个标签盖着这不就得了吗 我是你的演员 我的所有作品值得被期待 值得被欣赏 也值得被宁静 如今郭麒麟就像说的那样 用自己的成绩 盖过了郭德纲之子的那个标签 无论是坠续中的宁议 还是庆余年中的范思哲 都成功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连郭老师都直言 郭麒麟已经超越了自己 如今说郭麒麟在节目中坦言 越来越像父亲 不如说郭麒麟找到了自信 面对一些黑粉的攻击 再也不会往心里去 生子当如郭麒麟 也成为了他新的标签 这是靠他自己努力迎来的 曾经老郭经常在节目中秀郭麒麟 如今郭麒麟也在节目中秀起了老郭 还记得郭麒麟曾经说过 老郭在年轻时受了太多苦 总有一天 要将老郭护在身后 相信这一天并不远了 你们觉得呢 德纲仅用一个举动就证明了 他并非只疼爱小儿子安迪 郭是父子鲜少同况 即便是在一块 也永远是相近如宾的模样 亲密程度还不如师徒 他们不常见面 可能还真就不咱们跟师父熟 时隔几个月再见面 父子俩却显得十分生疏 身为儿徒的烧饼 虽然没和他们在一辆车 却能精准猜出两人的对话内容 我觉得他们俩现在在车上的一个状态 就是很客气 昨天几点到的呀 几点几点到 吃了吗 对 哪天杀劲呢 已经讲你了 事实证明烧饼这话毫不夸张 父子俩能聊的就那几个话题 过来你几点到的 昨天我们到十二点吧 完了吗那电影 又找到北京拍了 郭老师嘴上说着凡羊想大龄 其实是自己不好意思表达思念 这才拿小儿子当借口圈大龄回家 好不容易和大龄出来玩 郭老师兴奋的像个孩子 上台阶都是带跑的 为了躲避高空鞦韆 父子俩的反应简直是复制粘贴 得知父子俩必须上 郭老师又开始了实力坑 前面还想尽办法躲避游戏的他 面对能和儿子同城的机会时 却又是那么的迫不及待 这多久啊 我点顶啊 不怕是有完啊 可以开始了 还等什么呀 郭老师这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了 都会朝大龄撒娇了 这水太深了爸 我也害怕 我也害怕 咱走吧 不要让您的父亲单独有完 大龄担心郭老师体力跟不上 所以宁愿坑师傅 也要让郭老师休息 郭老师闲着无聊 开始怂恿大龄搞事 见到大龄的郭老师 明显要比平时多了一股孩子气 虽然郭老师嘴上不说 但他对大龄的喜欢 徒弟们都看在眼里 没有父亲会不爱自己的孩子 郭老师只是不善于吊喳喳喳 可以吧 咱出发呀 走啊 走 走 走 你楼下等下 好 总的来说来这三四天吧 我爸尝试了很多的之前不尝试 过马路过马路过马路了 低头了 哎呀呀呀 这谁做鱼啊 这是我做的 我儿子都会熬鱼的 我是没想到的 那啥我儿子的鱼 你什么时候学会熬鱼 刚刚 好 咱俩 咱俩 男人有点奇妙的感觉了 而且 说心里话还真是挺高兴的 妈 嘿嘿 巨大的惊喜啊 哎呀还看见 哎呦喂 我有半天没看见我儿子了 放在这儿放你了 好好好太好了 你回北京之后回家住些日子 你妈也想着 再这样呢 说过期联群 那必须得亲 没有牙刷 没有毛巾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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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呀我的儿子一帆风顺啊 天打雷批那些造谣的人 太棒了 这本来不是磁味 所以你翻译看肚皮还是软软的 还是没有什么危害 它就是因为吃的苦太多了 不是喝出几斤汗就行 你得喝出血去 一路走过来 不不许生生累走的 我只管它 我只管我的家人 没有人扶我一把 没有一条狗 愿意多看我一眼 所以形成我今天的这种幸福 从以前我得 我得把它扒拉到我身上 我去保护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